第一位請李亞晉議員質詢時間45分鐘 議長 我們是不是可以四位議員聯合質詢 然後共用這180分鐘 然後中間休息10分鐘這樣子 跟議員報告 可以聯合質詢 但是還是照每一節45分鐘休息一次 對 我是說我們共用180分鐘 還是要體恤 很多人可能要去上個廁所洗手間一下 那還是45分鐘休息一次 不好意思 請李亞晉議員開始 謝謝 今天是我們市議會市場總結順 我們黃紹廷議員 李亞晉議員 陳美亞議員 黃湘署議員 我們今天共同 為這個高雄市場給我們市府團隊給我們檀市長來做一個探討 休息 我要請教我們檀市長 在你的印象中 你當年高雄市長這十年以來 你 通常 建國對話 中國大陸都有幾次 市長你怎麼可以簡單說一下 好 謝謝議長 謝謝黃妍 我去過兩次 第一個亞太城市高峰 一個是世界運動會 第二個是亞太城市高峰會議 所以第一次是2009年 對 我們高雄市要辦世文嘛 對 所以市長去搖車 中國來參加我們這個世文 我們跟他們 對 協商 希望大家共同支持 台灣舉辦世界運動會 那你那邊去你有去 對幾個什麼市場 那邊去全是北京上海 我印象中 你應該去北京市長 去上海市長有記到面 對 做了一個民間的交流 對 那第二次 2013年 亞太城市高峰會議 所以那是去 天津 天津 深圳 廈門 福州 還有 那個 日照 五個星期 對 因為我們高雄市要辦這個 亞太城市高峰會嘛 對 結果他們有來參加 有 五個市長都來參加 對 除了天津市長 他的行程不能改變 沒有來其他市長多到 市長你請坐 好 我想 市長你 我記得兩千公九年的時候你去 中國大陸 那時候 算是 馬英九總統的時代 中央是算 國民黨這次 市長 我覺得你用這個 高雄市長這個角度為到我們高雄市 我們三次 要走出世界 你願意到中國去做一個民間的交流 其實我們對你是困難 我認為這是一個物色 現在是一個理性的做法 當然 大家可以知道 如果兩千 一三年以後 因為你又去第二處去大陸以後 本市的資料 根據你們 你們提供的資料 我們在那一百空四年 跟一百空五年 六六熟熟 我們高雄 也去大陸辦這麼多 會推介會 包括我們高雄市的農產品 企業品 或是說 去大陸的人 來高雄市 才做館公 所以這點 我們 可以說在這裡 把市長你學了 我剛才跟你 你這個 物色的做法 可以說是 推展的是一個很重要的農業 但是我後來 我請教我們市長 你對五二年的時候 我們創英文總統 他所標台的這個 廣泛的這個言論 嚇重控 市長你的看法如何 市長你跟我們說明一下 請市長說明 謝謝 我跟黃議員做一個說明 我覺得 蔡英文總統在五二年 的一個兩岸之間的談話 是非常務實 他說 一九九二年兩岸兩會 也是繼承的歷史事實 跟新政府都會 非常的尊重珍惜 雙方交流累積的成果 跟現狀 就是這個部分很尊重 未來兩法的關係 今年在中華民國 現成的現政 體制的政治基礎上 新政府會依照中華民國的憲法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跟相關的法律 處理兩岸的關係 我是覺得蔡英文的談話 非常務實 具有彈性 我想 她做一個國家領導人 必須維持兩岸之間的和平 我想國際間對蔡英文的談話 也非常的肯定 當然 在中國大陸的部分 他們認為蔡英文有展現善意 但是他們認為還不夠 這個部分我認為兩岸之間 必須透過不斷的交流 一中求同 然後讓兩岸穩定的發展 這是我的看法 市長 我看你是認為說我們 蔡英文總統 你認為他這麼務實 你認為說是四出善意 人家四出善意 為什麼 集結今天五月三十日 十天而已 過天五月二日 中國大陸 他就說 關閉兩岸兩會的協商 市長 市長 再來 如果我今天才的報索 我們六月分 買來我們台灣的觀光客 不是減三分之音 是純三分之音 那如果兩岸是四出 兩岸領為我們四出 大陸領為我們四出善意 我說這結果你們的預期 可能有一些出路 市長 齁 如果我們的角度 並不是說 政治的問題 市長 市長 兩岸的交流 是 最基本的 對我們的佩生 對我們台灣的發展 對我們台灣的經濟 社會頂頂 我們都希望是一個正面的 當然要是一個和平的 戰地之下 過去八年就很和平啊 是不是這樣說 但是 現在他對方 跟這個問題 上面是關一半 齁 別說完全關起來 齁 最基本的聲音都聽得到 人是沒有看人 齁 但是對我們的影響 後面影響有多大 這一點我來跟市長探討 我先請教說 我們的農委會 農業局局長 我請教一下 你怎麼知道 你手段有所謂嗎 我們台灣過 古年一百零四年 農林漁木產品 銷到中國大陸的三十 都做多少 請局長回答 請局長回答 好 謝謝議長 謝謝黃議員 我這裡管的齁 是農產品齁 那麼在漁產品這裡 我是沒有 沒關係農產品呢 去年都做多少 農產品 白的館市我不知道 第一岡高雄市齁 差不多在漁化 漁化 漁化 就對了 我們高雄市一年 漁化消費中 還帶了嗎 我這說的是漁化 你知道的差不多漁化 是我岡高雄市而已 你請坐 那個 岡山的海洋局 海洋局長在不在 我們一年高雄市高雄港 這個海港城市 一年出關 出口到中國大陸的漁獲 大概多少 局長你有沒有這個數字 請局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我想這個 我印象中 當然我手邊沒有具體的數字 那大概有到 呃 也是大概幾億 幾億的這個出口值這樣子 你請坐 我先請教你 幾億出口值 你請我請教你 我請教你 就局長了 農大集合班 一年去中國大陸多少 我印象中 如果說以高雄 這邊 永安這個部分 我印象中好像 有到四五億這樣子 對 你請坐好啊 市長 你這裡的政府 我對這個數字都不穿不穿 我們一年高雄 全台灣 一百萬四年 我們出口到中國大陸的農林漁目 農總三百三十幾億 三百三十幾億裡面 兩個最大的 但是 海外大下 岩利 朝來 公公司大匙的公司大匙 超大匙 高雄市的金鋒 後來出口去中國大陸 高雄市的年務 六個月的年務 外出口去中國大陸 市長 一百空四年 台灣的翁來 台北文在高雄市 就八億萬 這是 農委會的資料 這是官方資料 一百空四年 第一名是台東的職業高 第二名是高雄市大眾的翁來就八 所以農業局長你在說 農總的那一位而已 金鋒倆那一位 涼母一切 這是水庫的部分 齁 你再看下一個 我們的魚三品 如果魚三品到哪 市長 這個龍膽石斑 我們是在英安美德 流氏到秋田 是我們高雄港出銷 幾乎百分之 九十都是高雄港出銷 你看 我 達金三行在一百空四年的超過賣到五十億的三錢 九年 九年 所以市長 九年三百三十幾億農產品 外銷到出銷到中國大陸 我們高雄 本色算算的 絕對賣到一百億 那如果是我們台灣 南部六七元市都是農業三市 這個養殖業 我最精進三百三十億 大多數 都是在我們的 南部這些地區 齁 市長 這是堅持到 我們這裡所有農民 市民 他的生活 他的經濟發展 所以我跟市長說齁 兩方的交流 如果是停止 或是說 我們要過出問題 這不是單純是一個政治問題 這畢竟是一個我們的經濟問題 要發展的問題 市長你的看法是怎樣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黃議員齁 基本上我基本上可以認知了解 兩方基幹 經濟交流 包括我們的農產品 肥產品 外銷 中國大量 這個部分 對農民 會證明 不過這個部分 最近 當然新的政府就任 我覺得兩方基幹 應該針對這個部分 還要需要更多 合相的交通 就是說 兩岸之間 今天新的政府剛上任 我們非常需要 針對這個部分 不管是農產品 還是遺產品 我會覺得可以透過兩岸之間 不斷溝通協調 我們非常希望兩岸之間 很多的交流是非常的正面的發展 我們期待朝著怎樣 那朝著這樣市長裡有什麼具體的做法嗎 沒有 改正為止 改正為止我跟黃議員說 我們就是持續 齁在跟中國大陸 這個部分持續的溝通 那展現我們最高的善意 希望兩岸 共融和平 我跟市長 我剛才說過 兩千空九年 你第一的高雄市長的新聞 民進黨裡面最大的 這個 這個 在地方受頂去中國訪問的時候 大家讓你很高度的懲定 但我相信公公的公議後 這個問題關起來 大陸,他的這個變化,我希望說,在經濟上,在廣泛,我們這個高雄的發展,不要去澄悟到。 我相信過去市長,你對廣泛說很多啦。 我們的非國,你曾經說過,你在2009年,你去北京市長,過去市長,過去市長在說的時候, 你如果說,我們是中央政府的馬英九總統,我想你釋出一個善意,這是一宗的善意。 再來,你在說,兩千一三年,你去走國台辦張志忠的時候,張志軍的時候,你如果說,你說這個,你樂見並肯定,兩岸關係,可以和平發展。 我想這都是一個對我們的發展很正面的問題。 我希望說市長,我們是,在廣泛這個九二共識上面,到底市長,你的態度是怎樣? 我們可以,未來你有可能會進行到中央期? 這本來是一個,是我們未來遭上的問題。市長,你怎麼可以在這裡,你講出你的看法是怎樣?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謝謝黃議員。 蔡英文總統他承認,珍惜,兩岸繼承的歷史事實。 這個長年,不管從過去,馬英九如總統他們長期累積,他都是,這些政治的現實,他都是承認,理解。 我覺得說,雖然依照中華民國的憲法,兩岸關係條例,還有相關的法令。 我覺得這個部分,他已經是,依照中華民國的憲政、憲法,跟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跟相關的法令。 我們會認為,在這個部分,是台灣社會最大的共識。 我們認為這個部分,也都已經很清楚地表達,對於過去,馬英九政府的所有累積兩岸之間。 這個部分,我想,蔡英文新的政府,都是承認,他們過去,也都認為這些現狀成果,我們未來會繼續朝著這個部分來努力。 謝謝市長。 從剛才市長的談話,很明顯的可以聽得出來。 市長是承認,九二共識的,大家都聽得出來。 那沒有關係,針對剛才,我們黃議員他所去針對的問題,我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想要來請教市長。 市長,你任為五二零之後,陸客減少限縮來台的數量,對我們高雄有影響嗎? 市長請回答。 請市長回答。 謝謝,謝謝黃議員。 謝謝黃議員。 謝謝,老師,我們謝謝黃議員,我們今天繼續來幫助臨, planned peace. 我認為兩岸之間,當然必須持續在溝通。 那陸客,可能團隊,一個團進團出,根據我的了解,當然最近是減少。 但是自由行的陸客也增加不少。 所以我們認為,兩岸之間是需要雙方更多的理解。 雙方付出拋出善意 同時對待雙方都希望能夠更柔軟 如果只是單方面認為說 我今天我用一個制裁的手段 這樣會傷害台灣人民的感情 對兩岸這樣不好 那我個人認為說現在確實路客減少 短暫的時間當然對高雄會有一些影響 但是我們希望未來高雄在這個部分 我們持續能夠跟中國大陸持續的溝通 那我們認為另外一個部分 高雄市也希望成為一個有魅力的城市 除了中國大陸很多路客喜歡來 我們也希望在東南亞很多國家 他們也艷利到多元也艷利到高雄來 如果我們只是要單靠中國大陸 很多的之前的觀光局長所講的 他就是說你們開始要開拓我們東南亞的城市的觀光客進來 可是我們從數據上面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雖然有成長 但是成長的幅度並不是很大 所以現階段來我們如果沒有陸客進來 高雄的觀光將會是影響相當大的 我想要接問一下我們的曾子文曾局長 因為我相信你應該是陳菊市長相當倚重的一位幕僚 因為看到你這麼專業有這麼多的專業 可以從民政局長做到副秘書長到現在 公公局長也做到了 所以我想要問我們的曾子文曾局長 對於陸客沒有辦法限縮來台的人數 造成高雄的觀光產業的變動會很大的話 請問曾局長你有沒有什麼因應的措施 是不是請曾局長回答一下 請曾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黃議員 那我想在我們的數據上看起來 一到三月的時候 我們陸客來我們高雄的這個部分 並沒有很明顯的 反而是有一點增加 但是我們從剛剛市長有提到 陸團來高雄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當然預期性的有一些減少 那我們在這個部分 我們要做了很多努力 其實我們從一些數據上看起來 從我們的整個到高雄來旅遊的這個數字來看 我們國內的旅遊的人數是多於 比較多的來高雄的旅遊人數 所以我們會做幾個努力 第一個我們會分成短期跟長期的部分去做努力 短期的部分呢 我們要對於我們的旅館業者或我們的旅行業者 他們在受到陸客的這個減少的部分 我們會有一些補貼的措施 那第二個部分呢 當然我們要藉由這個機會 我們對於整個國 我們高雄的一些景點的整理 我們整個旅遊品質的提升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做一些努力 另外呢 當然剛剛有提到 我們要爭取不同國家的旅客的來源 所以包括東南亞東北亞 這個都是我們爭取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們會持續的對於東南亞整個旅遊的推介會的這個部分 我會我們會這會是我們下半年的這個工作的重點 謝謝局長 我想我剛才所提的是針對520之後 但是你剛才有回答了一個就是一到三月的人數是成長的 但是我要跟您報告 6月 少了確定已經是確定的 這個數據都已經出來了 少了三分之二的入客 我記得齁 我在整個天齁 應該是整個禮拜有看到一個新聞 有一架班機齁 是上面是一個好像是一個 銷售達人還是怎麼樣的 他齁從合肥 安徽的合肥 坐火鈴基回來 結果他用少少的錢 既然達到包機的效果 一擠的人 包整個火鈴基回來 為什麼咧 因為入客不愛來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相當相當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也請齁 我們的局長還有我們的市長 要針對這一塊 趕快好好的去研理 比較具體的措施 看要怎麼樣去協助我們 高雄的觀光產業 因為這影響的層面齁是相當的廣啊 謝謝齁 我想 譚現在齁 我們的黃議員也好 還是說 兩位都黃議員 在說齁 不管是九二公司也好 還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也好 市長你都是認同的 你不但回答你也正面肯定喔 那 雅今要請教 對於譚現在我們說的 路客減少 至少最少三分之二 未來只會更嚴重 不會 不會更樂觀喔 那市長雅今想請教你喔 您願不願意在今年 今年親自帶隊 去我們中國大陸 去辦一些推薦會 甚至去邀請他們 他們來台 來台高雄 來做一個觀光或參訪之類的 跟市長 市長 請回答 多謝議長 多謝李議員 當然 路客 現階段的減少 但是我剛已經跟我們四位議員表達 我希望兩岸之間需要有更多再繼續的溝通協調 在這個部分我會覺得新的政府應該要努力 那至於說如果有利於高雄觀光產業的發展 那我當然豔溺到中國大陸去 那我現在跟李妍說明 我們在今年的9月有全球港灣城市的論壇 那如果中國大陸願意讓我去中國大陸幾個港灣城市的一個拜訪訪問 那我個人願意跟我們策判港灣城市論壇的同仁 我們願意去邀請他們的市長能夠來參與我們的港灣城市論壇 這個部分就間接也跟李妍說明 那如果在這個部分有任何對高雄所有的一個觀光產業的發展 需要我到中國大陸去 只要他們同意讓我登陸 那我想我都願意樂意為我們高雄產業經濟的發展 我想我願意到公共大陸 是 市長亞健請教一下你跟現在說港灣城市嗎 那我們有沒有預計說大概有多少個城市是我們預計去拜訪的 市長願意帶隊過去的 現在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李議員 我們大概因為過去港灣城市 大概我們會天津是一個港灣城市 青島是一個港灣城市 那福州是一個港灣城市 深郡廈門也是 那這個部分他們的幕僚單位 我們市政府的部分 我們正在這個籌備中 那如果我們在這個過程 也會跟在中國大陸這個部分 我不知道他們現在的態度 那如果他們願意讓我去邀請中國大陸現在很多的市長 那高雄市城高雄市的態度 一向是我們都是歡迎 我們都是很歡迎 市長你總共說了 說到兩桌 對方願意讓你去 不過你說到兩桌 萬輩依沒有愛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解割這個問題 你要怎麼去挖掘這個問題 我想你身為高雄市的市長大跟長 你要去想到這個部分 說什麼我們就要挖掘這個問題 然後你親自帶隊 標示 也展現我們高雄市最大的善意喔 市長你請回答 因為我是認為 高雄市 包括我個人 我們認為對兩岸的關係 歡迎雙方之間釋出更多的善意 雙方之間都能夠更柔軟 雙方之間都能夠讓我們有更多的交流 我們有很多的不同 但是我會覺得益中求同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需要時間 那我覺得我們表達 我們要為了全球港灣城市論壇 如果中國大陸有肉乾港灣城市 豔力來共同參與 就像亞太城市高峰會議 他們到高雄來 也都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這個都是一個正面的交流 但是如果說他們有其他的考量 但是我會持續溝通 那我會認為 理性務實 這個是我們雙方都應該要努力 那我希望他能夠接受 讓我能夠到中國大陸 謝謝 市長那剛剛你講說 非常樂見 我們高雄跟大陸之間的這樣的一些交流 那麼這個是你非常希望能夠看到的 但是你剛剛有留了一句話喔 你說 但是如果大陸他基於某種因素 那麼可不可以更明確一點 這是指什麼意思呢 還有 你是指什麼因素 大陸會因為什麼樣因素 又本來就像你講 他本來跟我們高雄市都有 友善的交流 但是你剛剛又講說 如果他們因為某種因素 那可不可以再更明確告訴我們 這個某種因素是什麼 來 市長請答覆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我會認為是這樣 當然我們展現我們高度的誠意 那我在過去2009年世界運動會 亞太城市這個會議的時候 那當然我們先表達我們這樣的一個意願 但是我們也必須為對方 如果他們很多考量 我不知道 我當然不了解他們考量 但是我會覺得說 好 誠意善意 我覺得應該可以化解 有很多交流上的一個困的難關 我只是我願意這樣的表達 謝謝 市長你剛剛講說 你願意來表達我們的主動以及善意 那麼你剛剛也講說 其實本來大陸跟我們高雄一直有那個非常良好的互動 但是在新政府上任以後 如果大陸他到底基於什麼樣的原因 你說你也不知道 但是可能會使得兩岸之間的交流聲變 沒有辦法像以前那麼樣的和平熱絡 那麼本席這邊就再要請教一下市長 你剛剛講那個本來都交流的好好的 為什麼大陸突然他會覺得因為新政府上台 然後有某種因素 他沒辦法再做和平的交流 這個我想 市長一直沒有做明確的答覆 一直在閃躲這個問題 那麼我們再更明確一點問一下市長 針對九二共識 當初兩岸之間有和平交流 是建立在九二共識的前提之下 那麼市長也肯定說這樣的前提之下 兩岸的交流是一個和平穩定的交流 是非常良好的 那麼現在可能因為某種因素 那麼市長可不可以請你告訴我們 全體的高雄市民 到底你認不認同九二共識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來簡單答覆一下 來 請市長回答 謝謝 我會認為 我們還是一樣 我們認為今天依照中華民國的憲法 蔡英文是中華民國的憲法 依照我們的憲政體制 他人民的選擇 依照民主程序選出來的總統 那我們的立場已經很清楚的表達 對於兩岸兩會這個過去很多歷史的事實 我們都會非常珍惜 那我覺得既然是在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 包括兩岸關係條例跟所有的法律 那我覺得來處理兩岸的關係 我會覺得在這個部分 我會認為我們已經表達我們的立場 謝謝 市長我想你講得不好 其實 蔡英文總統在五月空的手 這件工一定講了 剛才市長你說 未來兩岸是由中華民國憲法 以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來繼續推動兩岸的互動 是不是 所以市長 這兩個都是在一個一中的前提之下 兩岸和平發展 所以市長 我跟你講 我希望說 我們把中國大陸的關係不要搞砸了 我們要繼續維持我們經濟的發展 像剛才說的 五年前 我們臺灣的農業產品 掛銷到中國大陸去 百幾億 五年後 三百幾億 這三百幾億的經濟發展 我相信八成以上 都是在我們的中南部 這也是我們最重要的 我們高雄市民 很多八成的來源 可以有這個關係繼續保持下去 但是市長 今天我們很多很擔心 提出在 觀光的部分 經濟發展的部分 交流的部分 市長 就本色了解 我們高雄市政府 有一個叫做兩岸事務 小組 我請教一下 在五億共有這些變化 我們這個小組 有開過一個會做什麼 相對因因的討論 市長你簡單說一下好不好 請市長回答 謝謝 有開會嗎 沒有 我跟黃議員報告 我想新政府上任才十天 我們的兩岸 關係的小組 那我們還沒有開會 但是面對兩岸之間 有若干不同的問題 或者這個部分 我想高雄市的兩岸關係小組 我想我們會開會 好 市長 我覺得你們要趕緊開一個會 雖然十天而已 但是第二天第三天 就有新聞出來 這各位就知道後各位的路客村三分之一 再來 他剛才你說 我們今年九月份 要開的這個世界性的這個台會 你想要搖槍中國 這個天井也好 福州也好 工州也好 但是他們還要來 或是你性質 你也不一定有發動器 對方來搖槍 所以 在這個 總共這麼複雜的情形之下 這麼困難 我記得過去市長 你問我去 有表達過說 若是交流出現困難 我們要朝向務實 理性的做法 我們可能要考慮成立 專責機構啊 那市長 你對於這個成立專責機構 是不是可以表達一下你的看法 還是我們什麼時候需要 來成立這個專責機構 如果中央 沒有辦法讓我們高雄市 繼續跟大陸有這樣的一個經貿往來 我們高雄自己來做 所以市長 我們要自救 救我們的漁民 救我們的農民 市長 那這個專責機構 市長 你的看法是怎樣 我們有辦法來研究看看 是嗎 謝謝市長 謝謝市長 謝謝議員 高雄市已經率先六都 成立兩岸關係小組 那是小組 兩岸關係小組就是高雄市政府 相關局處 所有的局處所長 還有兩岸關係上 在台灣 現階段 在這個部分 很多專業的專家參與 那我覺得說這個部分 我們高雄市政府認為 兩岸關係小組 我們也不認為 在兩岸未來的交流 永遠是那麼悲觀 那我們說不定我們認為 我今天還沒有提出說我要 為了我們全球 港灣城市論壇 那我覺得我到目前來講 我都認為 在兩岸的關係交流上 高雄市一向非常務實 一向非常理性 一向主張 雙方之間更多的交流 我覺得我們沒有受到阻礙 那我覺得我們也會持續 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 而我們的兩岸關係小組 如果面對這個問題 如果有問題 我們兩岸關係小組 他當然會來做一個具體的討論 所以現階段說 需要成立什麼樣的專案 什麼樣的機構 我認為沒有這樣的必要 我認為兩岸關係小組 相關的局處 跟中國大陸農業局不久以前 5、2年以後 他們也去去推展我們的農產品 觀光局在這個部分 也跟高雄的觀光旅行業者 也去到中國大陸去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認為 我們不斷的在溝通交流 我們希望一切的阻礙越來越小 雙方交流越來越多 謝謝 感謝市長 當然市長你說的 我們現在還不再 五月空之後 還不正式再交流 但是 你一定看到很多現象 所以不要在這裡 我們也是在這裡 要向市長你建議 萬一 我們這個推動 台灣 高雄人民的 經濟也好 交流也好 如果真的出到狀況 我希望市長你 小組為這個太多 你讓他單打獨鬥 我希望像你去年 每天在自己訪問 你說的 如果交流遇到困難 我們高雄市政府內部 來演繹成立一個專責機構 對我們高雄優先 如果我們高雄又繼續插出 這希望說市長你後續可以繼續來研究這個部分 好 那其實我們不希望看到兩岸 韓卡經濟打趴 我們也不希望交流 擺爛高雄完蛋 所以市長請你盡速 能夠成立專責的小組 解決我們未來兩岸之間可能需要的交流以及問題 那麼另外有一個問題 我們這邊要請問一下那個 最近我們有看到一個事件是林權撤告 那麼到底撤告這個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 還是一個司法案件 他的標準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了解一下行政院長林權 他在105年5月23號的時候 他宣布撤回了 發生在民國103年3月23號這樣的事件 然後針對於闖入行政院的民眾的行事告訴他撤回了 好那本席這邊要想要了解一下 針對這種告訴乃論之罪啊 高雄市政府對於未來的承抗活動 民眾破壞安全設備 占據我們的行政機關的時候 高雄市政府要如何認定 是政治問題還是司法問題 好那我們現在也在更具體點來讓請教一下我們的市政府 如果有人佔領了四維行政中心 環保局警察局農業局這些機關 要由誰來負責提告誰來撤告 由誰來認定是政治事件還是司法案件來法治局長 請說明一下如果說這幾個機關被佔領了是由誰負責提告 來請說明一下 請許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謝謝陳議員 如果是該機關某機關被佔領 當然是由某機關來提告 如果是四維行政中心 中心本身被佔領的話 可能就由府決定 是不是由府的名義來提告 所以是市長嗎 府的話市長是代表人 所以是市長嗎 不是是由高雄市政府 由高雄市政府提告 是 那市長是代表人 是 對啊 但是他的名 但是市長是代表人嘛 代表人不是個人提告 那由誰來撤告 好那麼如果你們提告了高雄市政府居然提告了 那由誰來撤告 當然是高書人 誰 告訴人就是高雄市政府 代表人 的代表人是誰 機關撤告 高雄市政府的代表人是誰 代表人是市長 但是告訴人是機關 所以一定是機關撤告 跟代表人沒有關係 今天如果市長 今天市長如果不是陳菊 好 那由誰來認定是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呃 那麼如果像你講的 如果是警察局被佔領了 由誰提告 可能就是由警察局提告 警察局的誰 我們我們當任法治局長 難道不能夠更明確的 在我們議事聽然後讓大家更清楚嗎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就是這個機關提告 他可以當告訴人 機關可以當告訴人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林權 他發表說 他是行政首長 他代表撤告這個是一個錯誤的示範囉 因為照你剛剛所講的邏輯 我沒有看到他的告訴狀 但是應該是告訴人是行政院 所以林權只是告行政院的代表人 所以還是機關撤告 機關提告機關撤告 所以林權不能撤告 你這樣子講 這個部分我沒有看到文件 我沒有這樣斷章去 好沒有關係 那個市長啊 我們的法治局長 針對這個社會重大的法治案件 他居然沒有去做研究 那我本席認為可能有失職喔 那麼由誰來認定是政治事件還是司法案件 來 局長你再答覆一下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在我的認知他都是司法事件 如果是政治事件 這要由府這邊來做做判斷 所以林權他新聞稿發表這是政治事件 你認為他錯了嗎 這個我尊重 不好意思 我只從司法上面看 那高雄是如果發生一樣的案例 你要怎麼建議我們市長呢 你是市長的幕僚單位啊 我們會試事件來評估 會試事件來評估 所以你沒有辦法那個啦 好沒有關係 我也知道你可能都沒有做功課 也沒有去了解我們高雄 未來如果發生可能這樣的一些案件的話 高雄市政府 市長你必須要去掌握狀況 我們才能夠如何來應應 那麼如果幕僚單位是這麼樣的敷衍 不確實連台灣的重大事件都沒有去做研究 那麼本席認為這樣的局長可能要必須要被檢討 好 那麼如果現在我們的中央行政首長已經做了這樣的表示 那麼未來類似的事件在高雄市發生的時候 高雄市政府要如何應應呢 標準何在 那我想 剛剛法治局長說這個太模糊了 你不知道台灣發生的這樣的一個社會上 眾所矚目的這樣的一個案件 那麼本席讓大家再看一下 這個是當初的 資料照片 好那我們更具體來問了 高雄市政府因應承抗活動 認定標準評量表 因為連高雄市的法治局長都沒有辦法明確告訴我們說 到底林權他表示的是一個對還是不對的 沒辦法告訴我們 非常的模糊 那我們更具體一點的我們來問一下好了 如果我們模擬情境 豬農 因為新政府開放美豬進口 那麼豬農牽豬進入 佔領行政機關不離開 農業局長 你遇到這個情形你要怎麼處理 來你請表達你的意見 請蔡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陳妍 我覺得 他是個政治問題還是司法案件 幾顆星 他是政治問題還是司法事件 直接回答 我直接回答應該是屬於一個政治問題吧 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 好 好 那麼所以你說如果你們開放了美豬 然後去抗議我們農業局的話 你認為這是一個政治的事件 你們不會去做任何提告的動作 好 這個是高雄市民都有聽到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爬窗進入行政機關 來警察局長請答覆一下 這個是政治問題還是司法案件 請陳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陳妍 沒有時間了請針對到底是政治問題還是司法案件 警察只有依法執行任務 那這個案子到底是政治問題還是司法案件 我就告訴議員我們警察就是依法執行 依法執行任務 依法到底是政治還是司法 如果是現行的法令 我們就按照現行法令來申辦 那現行的法令請你判斷 爬槍進入警察局的話 到底是一個政治問題還是司法事件 我們當然是用司法事件來辦 好 謝謝請坐 謝謝請坐 市長本席這邊請教你 謝謝請坐 市長本席請教你 好 市長 那麼如果 你這邊你是不是要表示一下 到底踢破門強行進入辦公廳社 有人到我們的市長室去了 你認為這是一個政治問題還是司法案件 請市長回答 謝謝 當然 嚴謹同仁保護公俗 這是他們的責任 但是我想如果你說太陽花運動 我認為它是一個政治事件 它是一個政治的事件 那今天行政院這樣的一個決定 是希望能夠放下社會的對立 那我覺得這個表示對今天全國人民的意志上的尊重 那如果台灣社會能夠減少對立 台灣社會能夠經過這樣的措施 讓我們台灣社會經過更多的協調 互相的理解 世代之間有更多的對話 那我覺得如果因為我們策告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更大的空間 放下對立 增淨和諧 這是我期待的 休息十分鐘